庆余年里,太子长话的五脸女子是长公主李云锐,而她一直痴迷这位庆国第一美人,却不单单是贪图对方的美色。 太子是庆帝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是储君,所以不在皇子之列。 太子自小就有人名,是庆帝真正众议的继承人。 庆帝看好他的原因有三。 第一,太子是嫡子,身份正统更加优先。 第二,皇后的母族参与了太平别院血案,已经被大清洗,太子没有别的仪仗,未来也不会有外戚干政的风险,更利于自己手拿把架。 第三,太子的性格更符合帝国未来的需要。 南清以武力国,庆帝更是文治武功都站在最顶峰的帝王, 但他深知自己铁腕开拓的庞大帝国需要一个仁慈和善的继任者来管理,才不至于引发反抗和动乱,才能长治久安,显然太子就是最佳人选。 但庆帝又觉得太子过于善良和宽忍,紧乎怯懦,又怕他守不住江山,所以才搬出了二皇子这个磨刀石。 其实,庆帝心知肚明,自己是大宗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寿数会很长,即使立了储君也不一定活得过自己。 庆帝考量的是,即使磨刀石把刀磨断了,或者两败俱伤了,也可以再换一把刀,毕竟他还有别的儿子,也还可以继续生。 所以他才对太子,或者说所有子嗣都下手极狠。 当庆帝逐步抬高二皇子的身份时,还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虽是皇后却不得适,自己虽是太子。 但这储君之位皇帝老子一言可改,他竟没有任何靠山可以仗,此后他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被吓成了一只老鼠。 只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才会稍微放松一下,做回自己,还一度流连于教方祭寨,将自己埋入温柔乡中麻痹自己。 直到长公主李云锐开始慢慢接近他,庇护他,培养他。 太子看到李云锐有心机有手段,手握内裤裁权,又与宰相府、军方等势力都有很深的联系,是个大靠山。 再加上自己靠储君这个金子招牌,吸来投笑的能臣意识和他们背后的势力,自己才有可能在与老二的对抗中获胜。 但太子并不知道李云锐对庆帝的特殊感情,而他又与年轻时代的庆帝神似。 这个疯女人为了报复庆帝,也为了掌控他这个未来君王,竟然开始勾引他,他也对李云锐生出了超越伦理的情愫,两人的关系变得暧昧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太子明知道,李云锐暗中支持二皇子,却依旧对他死心塌地信任的原因,因为在太子的眼中,两边下注是人之常情。 但李云锐肯定更倾向于扶持自己上位,只要自己还是储君,李云锐的重心就一定在自己这边。 太子了解庆帝对自己的偏爱,明确李云锐也更偏向于自己。 但他却并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特殊情愫,也忽略了庆帝对于皇家颜面的看重程度。 早期的太子因为长榴莲花丛染上了花柳病,还刻意与李云锐保持着距离,但在陈平病的助攻下,费借调制出其要将他治愈后, 太子情难自尽之下,终于和李云锐滚了床单。 而范贤也通过红竹的密报,确定了这个惊天的大消息,并因事立道,最终将两人彻底垂死。 被触碰了逆临的庆帝,直接血洗两宫,这才有了后面大东山庆庙,几天废楚的举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